我們有一個好的Pioneer 一個拓方者在我們前面跑 領著我們大家 為了台灣越來越好 向前奔跑 我想這是我唸了這一本書以後 我深深的感動 我到現在還受到蘇院長很多很多的啟發 和很多的帶領 謝謝大家 謝謝 感謝 我們看到蘇晋聰議長 丹建仁議長 其實他們都覺得 守候台灣 守候這個國家 為台灣來做事 是他們人生裡面最重要 也是最意義的事 蘇晋聰議長在心理前 還未接近 行政議長進行 睡著在立法院 因為常常要動員 一早 我讀到蘇晋聰議長 他下車 我說 欸 晋聰議長 他說 睡著 你敢不想把蘇晋問好一下 我說蘇晋聰 我就外面去看 蘇晋聰 蘇議長做蘇晋啦 還未接近進行 我知道蘇晋聰議長 在那時候 他覺得人生最開心的事 就是自己可以開車 在女兒子去立法院開花 在孫女去上學 這是他人生最快樂的事 但是這個年輕人阿公 在台灣 需要他的時候 他就站出來了 我們大家知道 蘇晋聰議長 是我們做過我們的副總統 大家建政的副總統 大家也知道說 他最開心的事 就是在公共衛生領域做學術研究 是丹建林議長 最開心 最重要的事 但是 台灣需要他的時候 他就是要站出來 勇敢替台灣來做事 我們再一次 跟丹建林議長 蘇晋聰議長 一起來 大家鼓勇 感謝 感謝他們的副總 感謝 我想大家都知道 二零一半年 一定會選舉 改變很多人的運命 剛才的 丹吉麥市長 剛才我們看到 蘇晋聰議長 跟我們在座有很多 在當年選舉 我們所做到 二零一半年開始 到二零三年 四年五年的時間 改變到 台灣的運命 二零一九年 蘇晋聰議長上任之後 我們讓國民黨請 請你們團隊 叫做敗戰聯盟 敗選聯盟 一直到 我們成立了 口罩國家隊 防疫國家隊 防堵非洲豬瘟 對抗疫情 甚至讓台灣 在國際發光發熱 這個 都要感謝 當時國民黨口中的 敗選團隊 敗選聯盟的盟主 蘇貞昌院長 帶領他的副盟主 陳其邁 還有我們的會做事團隊 剛才陳建仁院長說 我們人只有一個腳踏 我想到的是 我們人的人生 只能夠來一遍 你在每一個時段 在每一個時期 你所扮演的角色 你所要做的事 只能做一次 人生不能重來 但是當你在面對困難的那個當下 你願意全力以赴的時候 未來的人生就會是光明的 護國四年那一本書 寫到了剛剛陳其邁市長講的 我們在處理同婚的那個表決會議上 蘇貞昌院長就是那個 把我弄哭的那個人 然後他也是讓我們大家 可以勇敢的投下那一票的 最重要的推手 陳建仁院長說 過去的台灣在國際發光發熱 如果真的有那樣一個重要的推手 那一定就是蘇貞昌 是不是讓我們高雄的朋友 要用最的欠 最感恩的抱歉 最感恩的心情 歡迎我們的蘇貞昌院長 感謝感謝 首先要感謝兩位主持人 很不簡單 兩位都是全國最有名的主持人 他們自己在選擇 省省時間 如果這樣主持 這條件不簡單 我們先跟邱議員立委 李昆座立委 我們跟他們打破了 謝謝 我們在這 陳建仁院長 陳其邁市長 讀書共和國 郭社長 所有的黨公子貴賓 好朋友 大家午安 大家好 大家好 剛才陳吉邁給我問說 你看這條這樣可以 喔 很好的 拼拼啊 陳吉邁來就說 哇 現場拼拼拼了 已經超過10人了 阿 阿 我陳吉邁市長 他在打這個 問我啦 他說 欸 這條 萬萬萬和新北的條 也是萬萬萬 但高雄人 這樣看到 這樣有很多個 我說 高雄條就是這樣 阿還有一個特色 台北去中央大家竊竊去去說 這中央看起來都在爆料 吃到的回到我的臉這樣把它漏掉 不想跟左宋說 後面對頭問說到腳蹭 不過起來 不跟左宋說 沒什麼嘴唇 沒有啦 在中央跟左宋說沒有跟左宋說 我心裡也都清清作作 有時候人生就要喝奶了 有的事情不能說出來 比較好到人了 不過人生是這樣 真的喔 江湖要走 有一天都要緩的啦 所以可以做得好 做街做給人 都不簡單 尤其 白白一世人 可以為國家做 為地方做 為人民服務 才是最幸福的啦 今天我替你鼓勵啦 其實喔 如果和我做董事都不錯啦 今天和我做董事過 都做到副總統做行政院長啊 你還要特別記得 做我的夫婦議長的人 現在是在做總統喔 所以 那來行人喔 要投資喔 說買股票 買股票還沒有 來行就要買股條 啊實在說啦 不是只有你沒有跟他做算 陳建仁也沒有跟他做算啦 啊不然蔡英文才會找他做董事過 啊不然我還會算不贏 啊其實 有時候 不贏不贏 人生安排很奇怪 就我說的 我用一生 咀嚼出一個味道 就是人生的劇本早已寫好 只是不能偷看 但要全力以赴 這在書裡面也有寫 你想想看 當過台北縣長連任成功 的蘇貞昌 我哪有說要再選台北縣 但最後 蔡總統一再 整個黨逼我 非再選新北市長不可 結果選一個這樣錄車車 那兩個都錄算得很緊張 啊我 無厭無有 所以我 都 乖乖 騎在吉普車上 這樣 這樣 特別 來 主委啊 這位給你留在這裡等你 我們把我 特別像 吉隆幹 來 還有一位主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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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個時候的我 在自己做最多的新北市 慘敗 那時候 我問我 政府兵的 左力 說現在 要怎麼收拾 他說 明天 去各個競選總部 好好手給大家謝謝 替夢娜樂 這樣這一生就結束了 啊外界也不看好 第一 已經這麼老 第二 敗得這麼慘 第三 跟蔡英文又這麼不好 我有一個好朋友很喜歡寫書 他在那個寫書裡面也有一段 寫說我這個好朋友 已經敗了四次了 他未來不知道怎麼辦 他絕對沒有想到我還當行政院長 還當到護國院長 但我覺得 人生 常常在哪一個時刻 成敗 但拉開歷史眾生 看看人生的場合 有時候那一刻的成敗 在整個歷史中 不一定是失敗的 反而是受肯定的 反而是受懷念的 而 我在失敗的那一刻 我沒有去把替問下來 握手就再見 我 我說我 一輩子就受這個國家栽培 受這一塊土地栽培 受人民支持 疼惜 雖然選舉是輸了 有各種原因 但我應該 那邊 愛家愛婦 一條街一條街 一條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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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結果 天 下著雨 我穿著雨 站在吉普車上 一條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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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站在車上 蓋頭 大家會 射到誰 射到誰 有的尼尾 到他選舉 就站起來 別再把我拿過 一條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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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賣過 人家抽到回來 我用小名 拚在哪裡 拚不夠 這不是 就算都要這樣說 我不是這樣說 不然怎麼說 我今天可以說兩句話 說八字 自己 感謝 自己判世 結果 聽到 路邊都靠 所以 這一本書 翻開來的第一頁 那個照片 歐巴巴就叫來了 不是一台 是幾六百台 越來越多台 我這樣一天 一天 不是一天 他第一天 有時候我就跟他說 人家那麼老人在射票 你這麼年輕人 在睡 你不說老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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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時候跟他說 人家在射票 你不射票 結果 他想說 大家一天 大家就歸路 結果 第二天還在卸票 第三天還在走 到第四天 越來越多人 回來到 建選總部 蔡英文 總統 跟總統秘書長 陳菊 就站在那裡 照片也有 蔡英文還在拍手 這就是一個人 面對成敗 怎麼對自己的支持者 什麼心情 對這個國家 對這個土地 什麼心情 這個時候就看得出來 我是一直感激 感謝 那時候我是在向這塊土地告別的 政治生涯也就這樣結束 沒想到 蔡總統一直來 不過這個要等下個禮拜 21號在台北 蔡總統要來 他說 我本來很早跟他搖槍 跟你搖槍 我就跟他搖槍 結果 他說 你前一天邀請我 我也要去 不用預留時間 而且我準備來爆料 現在大家都 被爆料 就來過 那如果 陳菊麥特 都要把他爆料 我實在又不好說 那如果要爆料 又多說 我就在你後面 看什麼 那時候 我那時候 要阻隔 蔡總統都順著我 我要照三行 就照三行 那我 看名單 副院長 就是陳菊麥 我到那個債務 他公布要跟他支持 我就不是照跟他支持的人 我是照最適當的人 可以做那個打拚的 所以我沒有考慮丟 他聯絡的人 就說 像現在 正在高雄 我們在哪裡 我說 要試試看嗎 他一定在附近 結果 電了一個膠 現在 有時候問 他說 想要跟你參加一下 要來一下嗎 他說 我外交 他說你在哪裡 他說我在附近 說八個這麼年輕 那時候大家都沒頭路 都也在等 因為我在阻隔 那時候都不敢關手機 他還要保留很多 真的 真的 我跟我每一個閣員說 那時候 想要算的 想要算總統 我說 好啊 打拚 人生有這種機會 蔡總統 我們不用一展所操 好啊拚 好啊做 啊 想到 要所有的本領 拿出來 阿嬤你賺錢 你賺錢 你賺錢 我賺錢 你賺錢 我賺錢 你賺錢 你賺錢 我賺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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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你賺錢 所以 我在看已經很清楚 像有的人 一直跟阿翔 說我賺錢 不行啦 你賺錢 我賺錢 我賺錢 你賺錢 我賺錢 我賺錢 現在 我賺錢 雖然沒討論 但是 我是希望 這本集 有些人看到 蔡總統領導下 這個團隊 是怎麼打招 我們真的是 無名無人 我們真的是 夜以即日 我們真的是 偶心氣血 我們真的是 迎向挑戰 我們真的是 刻苦困難 我們不但是 一個會做事 團隊 上面有一個 最信任我們 完全放手 給我們發揮的總統 還有 一個我們過半的立法院 全力支持 團結合作 一票一票 投下去 最快速投下去 台灣才能在 疫情最嚴重 全世界認為 一定受害最慘的時刻 迎來最好的成績 拼出最大的成績 謝謝 我不想多透露 如果你想知道 趕快去買一本 如果你覺得好 多買幾本 給你的親戚朋友看看 別人胡說八道 別人信口齒亡 別人顛倒黑白 這裡面 沒有辦法全部學完 你把那本書的最後 拉長來看 那裡面有大事記 那裡面有 我每個月做的大事 這裡面 這本書要講的 不是蘇貞昌一個人 是在講一個團隊 一個做事的團隊 在蔡總統領導下 在人民支持 在立法院合作 我們是怎麼做出 大家起先不看好的成績 所以我們擋住了非洲都尊 抵抗了百年大一 更同時克服了大汗 而這成績 是蔡總統領導下 一代一代的行政院長做出來 帶著行政團隊拼出來 全國同胞支持出來 你看看 我講一些數字給大家參考 現在 有些要選的人 拼命攻擊 蔡政府 說民不聊生 做得多差 讓數字看看 各位 你看 我們 當疫情發生的時候 台灣是跟中國最近 所以都被認為 往來這麼平衡 距離這麼近 一定受害最慘 但 你算算看 我們 幸好那個時候 我的副院長 是公衛出身的陳其滿 他的老師是公衛專家的副總統 所以我們是全世界第一個登基檢疫 擋住 這些 傳染 破壞 我們不只是有SARS 當時受害經驗累積出來 成功 的方法 我們更有決心 所以我們這一次在COVID-19 我們在 19 的最後一天 12月31號 那時候是李總統立委要選舉的10天 我們趕就立刻上機 檢疫 就打 然後我們沒有口罩 就做出來 我們在疫情最嚴重的時候 我們拼出最好的經濟成績 我給各位看 馬總統最後一年 2015年 我們台灣 是靠貿易立國 我們的出口總額 馬總統 2015年 是2792億 經過蔡總統 任命的林權 賴清德 到我 第一年 我是2019年 1月14號做 我們拼了一年 2019年 全台灣出口總額多少你知道嗎 已經從2792億 提升到3292億 足足多出500億 美金喔 500億美金喔 好 然後 年年增加 到了 我去年 要跟著做議定 我是今年1月31號 交給陳建仁院長 到了去年 我們的出口總額多少你知道嗎 4794億美金 你說 我們台灣 賺錢 你如果用五千的美金算就十五條 大家人家這麼做生意 一個這麼小的島 這樣子大家努力 拼出這麼高的成績 所以 上市櫃公司大賺錢啊 我們都有報表 我剛才講的數字 都是官方網站的數字喔 你對對看 現在 我們的上市櫃公司 賺多少錢你知道嗎 疫情最嚴重的 2021年 賺多少 四兆三千億 去年賺多少 四兆 所以 這些上市櫃公司 賺錢 他盈利賺錢 要交盈利四月所得稅 所以你看 馬英九的時候 他多少 他是 最好八年喔 平均最好是1.5億 我們是四兆三千億 所以謝金河 財訓社長說 蔡政府喔 做一年 他要拚三年 才拚的過 你算算看 我們有沒有做事 會不會做事 會不會做事 所以 因為有盈利四月所得 所以要繳盈利四月所得稅 馬政府的時候說 盈利四月所得稅 一年收多少 最好五千億 我們收多少 我們收一條歌 一兆多 所以我們才能加薪 減稅 政府力 連學會 都敢補助 我們才能做這麼多建設 我就不願意在這裡 再淡時間講 但這就是蔡總統領導下 會做事的政府 拚出來的成績 是大家做的打拚 要把這些 讓全國同胞知道 聽這個亂講 你說要下架民進黨 要不就還有那個 不可以出口 不可以賺錢 再回來 從四千七百多億 比這還要一千多 要對台灣感到好 進一步來看 各位你看 對高雄都好 你看 我 捷運防線防潔 一千四百億 我核定 我核定一千四百億 成績人當然不能輸 哇 所以你看 國道七號 多少年弄不起來 新老友 我們 成績人市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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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成績人 這樣你們有在注意聽 我是挑釁給你們 唱一下看你們是 演武的 或是在聽 這樣你們不聽 這條國道七號 這個環瓶通過 環瓶通過 環瓶通過 愛錢 今年三月 成績人院長 核定 一千四百億 你看 這樣 這兩條在這裡 這兩條就兩千八百億 現在又說了 又說了 萬一會計較 但是說要計較 我是很 替高雄不敢玩 我 上年的時候 蔡總統一直跟我說 看我哪裡 那漁瓶走走走走走走走 本來都很支持我 在旁邊這樣 我馬上第二個月 就到屏東東港一港 宣布 秘民 不適用 一立一休 因為他 準要去遠洋 咕咕咕咕咕 七到那 就要不夠 說七天到來 要回來休息 這不適用 不適用 我給他選擇 秘民很開心 就算要要求 東港一港 要好好簽 要求好 我二月當場答應 五月就東港 一年就 創好了 所以我來到前正義一港的時候 我說 不要創一創 創一個 說給我三千萬 說要創一個停車場 跟蘇俊 三千萬創無工作 而且創下去 整個不能創 整個總創 他在旁邊很清楚 所以 以後 我當劉強 整個全部改 要讓全正義港 五十年沒有改變 年產值三百億 周邊產值一千多億的 台灣最大遠洋基地 勝過日本豐州魚市場 所以才會變成八十一億 是這樣 結果 台北市的 有兩個議員 一定沒說 怎麼那麼貴 台北市開一個市場 就一百六十三億 啊我們這個五十年沒有改的遠洋基地 八十一億 這樣 香港鄉 整個鄉 高雄的比較小的看 還有這一部 我們 這個 全正義港 如果能夠改好 這是成績不要來 他知道 在行政院跟我 一段時間 他看我這樣做事情 所以就 這樣 連污水排進港 連出力 連公車都好 所以說 這個 他下金銀狀 兩年要完成 只有兩年 沒想要搞好 別說我沒有錢 我們搞不去 所以你看 那個 市場運 他說 我說我跟蘇貞昌也不認識 他對我們市民這麼好 不然 我們這樣拚 跟你整個不是第一名 就是第二名 不是第三名 你拚一個八十一 跟我們拼手 這樣 看我們市民這麼不去 看高雄人這麼不去 這是他說的話 在設立委屋 還有原因重現 你可以求阿康 我要給各位講的是 在蔡總統領導下 你看這七年 他前天在國際演說 第一個就講同文 台灣是亞洲 溫英平權第一個國家 而這個是當時的辛苦 我們要給這裡立委 打破一下 你的鐵鏗倒壘 才是成功 阿當然前一天 我在行政立法協調會報 我實在是 偶心氣血 放大家講 一起走 然後 才能跨過去 勇敢一下 歷史 常常就是 進一步 拿一步 大家自己不敢 勇敢一次 民主的大門就開了 這一步就跨過去 你看現在 已經近七成 都接受 同婚 爸爸媽媽也沒有不見 阿公阿媽也還是在 大家多幸福 又多樂 更多的人很幸福 而不只是這樣 而是 這中間 我們的努力 又不只是貿易成功 所得增加 你看 我們現在 上太空 衛星上太空 潛水艇下水 亞運奪金牌 這都不是 昨天天 天上發了 託家問出來的 我2019年1月14號 上任第一個公文 就是批 太空 發展 第三起計畫 今天我們的衛星成功 大陸太空 跟地面連線成功 潛水艇下水 各位看 如果 真的 把蔡政府 這個 打掉 不讓賴清德 繼續 蔡英文總統的路線 或者讓 立法院 沒有辦法過半 保證潛水艇只有一個 一隻 阿如果 接下來 我們還可以成功 潛水艇繼續做 會越做越好 越做越多車 台灣就越來越安全 然後你看我們這幾年的 體育金會投入多少 才能有金牌銀牌這麼多 金牌銀牌這麼多 是因為你可以走訓中心 以前像冰牙 像九星 現在是五星級飯店 以前支持選手 是只要做一個商務艙的概念 我們這不是 黃金計畫 是一次 照顧一個團隊 選手 教練 跟按摩 導護員 還有情報收集員 你們都要知道 對我以前 現在來出這個 是過了的 接下來 我們現在還成立 我們的科學運動中心 現在在選 在運動 不是像我們以前打工 打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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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現在 哪一步 對這個牌 安裝有 醫生最改善 對這支手勢的安裝 是全部用科學計算 所以 這個科技中心 行政法人 也是立法院 馬上通過 要把立法院打破 所以蔡總 統的路線 要賴清德 繼續 國位要過半 這一本書 就 我這一本 就是你們這一屆 我這一本 其實就是你們這一屆 好啊 看看 好啊 看 這些人 是怎麼一起走過來 這一本 就是 我們這些立法委員 這一屆 所以蔡總統說 這本就最好的 成績政兵 這本就是 最好的 可以做 行政團隊 是一棒 接著一棒 所以 林全 賴清德 蘇貞昌 現在是我們 陳建仁院長 你多給高雄一點 我一點都不會忌妒 你 你一定要被我們奔波 各位 當時也會拆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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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的團隊拆掉 所以 如何走 好 我們很感謝 真的 串 各位 大家對這本書 有興趣 而且 現在賣這些 都是 怎麼投資賺錢的 不然就是美食 但 這本實在是 人家是說 這個政治的 這個看起來 還有很多 可以讀很有趣的東西 所以看看 多謝 大家賣力推廣 讓更多的參見 我們可以一起看到 我們 是怎麼樣 在最困難的時候 對這塊土地 有信心的人 熱愛這個國家 人民的人 糾集在一起 共同努力 克服困難 創造美麗 我相信 就如同我在建平二公路 當時被罵成那樣 但是 我們把電線的 藍地消化 把電線桿拔掉 經過四次台翁了 你看看這裡面 蔡總統寫的那個序 她說我在寫這個序的時候 杜蘇瑞台翁 剛剛過境 沒有一根電線桿倒 當然沒有 因為沒有電線桿了 沒有一戶停點 大家看蔡總統 請看看 各位 我們希望 有越來越多的人知道 我們 是 克服困難 為台灣 我們這個團隊 是真的 熱愛 這一塊土地 這個國家 希望熱愛土地 熱愛這個國家的人 大家 聚集在一起 出到大聲 出一個力 讓台灣 比較有力 我相信 我們可以衛星上耐空 潛艇下水 我們大家 可以拿越來越多 金牌 銀牌 銀牌 獎牌 我們大家 十多年 十多現在 十多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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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百多人 十多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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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謝公務隊 我們高雄市的市民 今天特別感謝我們的蘇伊町 因為他的大公無私 他把很多很多的經費 都拿來建設我們高雄 所以今天 我們高雄市市長帶領著 我們這麼多的市民 要來表現我們對蘇伊町的感謝 贊助跟我們的書院長 謝謝書院長 請把我們的書 還有帽子 來分送給我們台上的四位貴賓 我們台上的四位貴賓 要戴著帽子 戴著書 要先來有一張大合照 這一定充茂 今天限量只有一百組 所以請各位好朋友 如果有喜歡的 等一下可以趕快到櫃台去採購 我們再給蘇哲山院長 陳建仁院長 陳齊敗市長 以及郭同西市長 熱情溫暖的掌聲 謝謝大家 感謝 感謝 這個時候我們也要請我們台上的幾位貴賓 轉場 我們到台上 我們要跟所有的來賓 來進行大合影 那我們現場的所有的好朋友 如果您手頭上有書的 你的手中有書 請你把書拿起來 否則我們的餐館長 都有護國四年 護國四年的這個手舉牌 歡迎 歡迎